欢迎收听福到你家 到十二点钟由天原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 福到你家 我是主持人子荣 今天的节目一开头 一样来送上好听的音乐 是来自太阳声德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爱的礼物 天地如则之爱的礼物 代表着无限祝福 它是天地的能量云竹 它能够为人生引领前途 拥有它将不再暗夜迷路 哪怕是重重的迷雾 这爱的礼物 那能为你守护 少走许多远望路 让人羡慕 多少残骸 转眼的花梦 唯有爱能再拉开虚目 月月月星辰依然如故 为你祝福 终点全新的彩徒 好丰富 送你这份爱的礼物 爱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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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着无限祝福 它是天地的能量云竹 它能够为人生引领前途 拥有它将不再暗夜迷路 哪怕是重重的迷雾 这爱的礼物 能够为你守护 少走许多远望路 拖映而出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我们的福到你家 会分为不同的单元 来跟大家呈现各种不同的人生摆态 第一个阶段 会来为大家导读太阳圣德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第二个阶段 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的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来分享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了 而在第三个阶段 会邀请到了太阳圣德导师 来就不同的主题内容 来做议题的探讨 来为大家做剖析 不过在好听的音乐过后 我们将来进行的是第一个阶段 一起来分享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而在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 叫做幸福跟着来 是透过了读者提问 太阳圣德导师解答的方式 来分享各种不同的主题内容 包含了像是人际关系 或者是在家庭当中的议题 甚至是在我们方方面面 各种难解的生活境 到底如何透过了智慧来做解决 或者是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呢 而在今天节目当中 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一本 幸福跟着来的第四支十二章 吸引力法则确实存在 而读者提问说 近期看到吸引力法则 感到有点害怕 我看恐怖电影的时候 总是对恐怖的情节心有余悸 根据吸引力法则 害怕会引来不好的东西 是不是意味着 以后一点都不能接触 负面的情绪 譬如恐惧刺激呢 吸引力法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 请导师明示 而太阳圣德导师解答说 吸引力法则就是你的某种情绪 需求 视野 随着共振定律 产生某种的吸引力 将你所想的 看的 需要的都引发过来 看恐怖片是自讨没趣 寻求刺激后 搞得自己晚上睡不着 然后穿枣附会 胡思乱想 吸引力法则 会不会让我吸到不好的 结果隔天精神不济 开车恍惚导致撞车 所以有的时候 不要自找麻烦 智慧提升就没有此问题 而在你的智慧常理 你会明确知道 所有负能量的阴影 你都会将其圆满拨开 不影响你的生活 吸引力法则确实存在 而且你经常在无知中运用它 自己还不自知 绝大多数人 都运用在坏的方面 你越害怕某一件事情发生 其发生的几率就越高 越感觉到痛苦 就越来越痛苦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当你了解其原理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就不要随之其物 人家推荐你 哪部影片好刺激 你祝福它就好 千万别一股脑儿的硬色 小沙海 转远的花梦 没有爱人再来看虚目 日月星辰云感如故 为你祝福 传点全新的彩虚目 传点全新的彩虚目 好丰富 好丰富 送你这份爱的礼物 您说祝福 穿越坚固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一同来导读到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幸福跟着来的第四支十二章 吸引力法则确实存在 而我自己呢 也是这种负面能量吸引的代表 不过呢 在我们待会的第三个阶段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当中 非常的刚好 我就跟太阳圣德导师 一起来探讨到了 到底吸引力法则存不存在 那到底我们是不是 可以只吸引好的 负面的能量不要吸引来 那我们要如何让这个 负面的事情不要找上升呢 在待会的第三个阶段的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当中 子荣也会就这一题的 吸引力法则呢 来请教太阳圣德导师 所以大家呢 可以尽情锁定和期待了 而另外呢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 第二个单元会邀请到的 就是在全世界各地的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学员 来在节目当中呢 一起来分享学习的心得 还有收获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子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员 来自马来西亚的Haley 来到节目当中 Haley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Haley 那Haley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之下 认识 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 这样的一套系统的呢 其实Haley是在2018年的时候呢 上市就拿了一本 千年之约 然后跟了益全力 送给我 就跟我说这两本书 非常有正能量 让我拿回去看 当时候呢 拿了这两本书啊 我就从了益全力开始看哦 那其实从封面 看到最后一页 全部的中文字 我都认识 但是呢 就完全不理解 里面到底要表达 什么样的内容 那后来啊 我又看千年之约 我就看了看了看了 就觉得 里面在表达一本书很好 但是我又不了解 这一本书究竟是什么 我也看不出书名 就感觉好神奇哦 那我又很想要提升 自己的正能量 因为当时候是做销售的行业 就觉得正能量很重要 那隔天呢 上市就邀约我去读书会 当时我就很疑惑 诶 究竟什么是读书会 他就说 诶 是一个可以分享交流 然后正能量的一个地方 于是呢 我就跟着他一起前往 那在读书会的时候呢 我就很好奇 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因为很多的学员啊 都分享自己在加入 超码翻倍啊 又或者是诶 婚姻状况变得越来越好 然后各种好事都接踪而至 我就觉得非常神奇耶 而且当时我就有点害怕 我就想说他们会不会在后面 卖我课程啊 然后要消费啊 之类的 结果都没有耶 反而送了我一本超级生命密码 当时我就觉得 诶 很神奇 然后也很压抑 那当时候主持人就说呢 你必须要看完这一本书 然后才可以照这书中的方法练习 然后才可以达到方方面面的这一些成就啊 圆满之类的 当时我就把这本书拿回家看 可是很神奇的事情发生就是 我才刚拿起书准备要看 我就很想要睡觉 就一直想要打瞌睡 我就明明我很想看书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看 于是下一次的经营会 我会再请教主持人 我该怎么办 他就说你的心要非常的坚定 你的这个意志要非常的坚持 于是呢 我就拿着这本书 我就在我心中想 我就说 我很想要看完这一本书 我很想要改变自己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本书 仿佛有一种能量 可以去帮助我 解决我生命中的课题 于是呢 我就抱着这本书 就在心中默念之后 我竟然在一个礼拜 看完了这本书 太好了 对 从原本的完全 到后面看完整本书 然后呢 我就照着书中的方法去练习 那在短短的时间里面 我八年的这一个失眠课题 就得到完美的解决 我就很容易的睡着 而且呢 在睡觉的当中 完全不再做噩梦 因为我原本啊 就是有失眠的问题 就是睡着了 你有很多的噩梦 会在梦里面出现 所以其实就透过了读书会 开始就从书籍当中呢 哇 才再进一步的来认识了超马 没想到呢 也解决到了自己身活上面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还有困扰啊 不过听Holly说 就是除了在八年的时间 有着失眠的问题之外 其实困扰你最大的 应该就是忧郁症 相关的议题 对不对 那像是呢 导师也常常在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分享了 像忧郁说No 这样子一个观念 那像是Holly 是不是自己在学习 超马之后 其实在生活上面 尤其是在心血上面的 一个状况 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变 还有提升呢 是的 那其实我原本患 有八年的忧郁症 是从我十六岁就开始了 当时候呢 是从失眠开始的 然后一直到我国中 高中毕业之后呢 还是一直被这个忧郁症困扰 我晚上都不能够睡觉 然后呢 常常会抓自己的头发 拿自己的头去撞墙啊 然后半天会大哭啊 情绪失控等等 那就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就算我去咨询过心理医生 我说你这个是小时候 因为遭遇了一些霸凌 然后还有一些家庭原生关系 然后所导致的 那后来呢 因为医疗费实在是太高 所以我没有办法继续 那后来我也去咨询过 就是这个精神科医生 然后也吃过安眠药啊 镇定剂啊 然后也尝试过去 做一些调整 但是都没有办法 然后后来呢 就严重到 我出现了幻听幻觉 然后甚至啊 我就是站在窗边 就是会有一个声音 在耳朵里面告诉我 他说你跳下去吧 你跳下去就不会痛苦了 就已经是到那一种 想要了结自己生命 已经觉得看不到明天的希望 然后已经觉得自己 完全是没有用的 然后真的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想了断 但是呢 心中就一直告诉自己 你必须要去把你心中的结打开 你必须要去疗愈自己 那真的很感恩在这个机缘巧合下 遇到了超级生命密码 因为我原本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我每天晚上不能睡觉 影响我的睡眠 然后影响我的健康 我产生了非常多的这些身体的 荷尔蒙失调之类的问题 然后呢也影响我的工作 我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作息 然后一个超码系统里面学习之后 短短的三个月 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去参与这一个 向忧郁说诺的签书会 那时候呢 向忧郁说诺的这一本书呢 刚刚面试 那太阳神的导师也来到马来西亚 对 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去参与 那很神奇的是 我从来不像身边的人 透露我有忧郁症 就在那个会场里面 我就突然跟隔壁不认识的学员 就分享说 诶我其实曾经有忧郁症啊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一边说 就一边哭 就一边流泪 完全控制不到自己 就一直嚎啕大哭 那直到中间呢 就是诶有机会上去 给太阳神的导师签书哦 然后我就跟导师说 感恩导师 导师辛苦了 然后导师则毁了我两个字 加油 那一餐啊 眼泪直接溃疾 然后直接哗哗啦啦 直接哭到 完全不能控制自己 然后在哭的当下 就心中有千千姐 然后就是好像那个扭扣啊 一个扭扣 一个扭扣 一样去打开了耶 然后很神奇 真的觉得很神奇 然后当时候 整个人就完全是 轻松的状态 仿佛是把多年的委屈啊 多年的这些痛啊 这些恨啊 全部都哭出来 那后来签书会隔没多久 然后就是有那个课程 那我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导师 因为爱的课程 然后就在课程里面哦 其实当时候也是第一次上课 完全不了解究竟在做什么 但是呢 就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一种疗愈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课程当中啊 也感觉到自己跟家庭的关系 因为原先就是 呃原生家庭的关系 跟父母的关系 跟兄弟姐妹的关系 都非常不好 常常会吵架 然后会有争执 然后就在心法当中呢 就跟父母也好 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好 跟过去的这些种种也好 来了一个圆满 然后心里面得到的 那个很大 很大的一个满足点 然后呢 跟父母的关系 也因此获得更好 然后跟他们也越来越密切 其实真的 没想到呢 就透过了 在上师所送的书籍当中 可以获得那么多的一个能量 所以呢 其实在学习超码的历程当中 真的有很多的礼物呢 会源源而来 所以呢 在现在呢 还有一点点时间 是不是也请Haley 来跟大家分享 哇 在学习超码的这几年当中 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收获 想要来跟听众朋友们 一起来分享呢 好 那在学习的这几年当中呢 除了忧郁症上面 得到非常大的疗愈 完全痊愈 不再复发以外呢 身体也达到了 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因为原先因为这一个 忧郁症 然后导致失眠 然后导致荷尔蒙失调 然后会有这一个女生上面的 这个经痛的问题啊 也解决了 然后还有啊 就是工作上面的课题 那也因为在超码里面学习 能量提升之后呢 也找到了一份 非常适合自己的工作 那无论是公司方面都非常好 然后同事方面啊 跟以前也完全不一样 就大家相处都非常融洽 然后在工作上面也非常的顺心 那其实在超码系统呢 真的是要自己去做实验 然后才知道呢 后面的结果啊 然后还有后面的那个圆满啊 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在这里呢 Haley也非常的诚挚地邀约 大家可以去学习 然后可以去自己做实验 看看自己生命是否有所不同哦 那其实很多时候啊 都是能量的问题 像Haley自己本身也是呢 因为能量的提升 忧郁症解决了 然后跟家庭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然后事业方面呢 也越来越顺利 那在这里也祝福大家 可以获得一个圆满丰盛的人生哦 感恩主持人 感恩大家 再次的感恩来自马来西亚的 超码学员的分享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真的要好好的来正视 自己的心绪问题 如果呢 有任何忧郁 或者是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其实真的都要来就意哦 绝对呢 不要想不开 或者是做傻事 这个呢 千千万万不可 那如何呢 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还有正面能量 也欢迎大家 可以多加的了解 超码的系统了 而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来听个歌曲 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紧接着来送上 这一首的音乐作品 同样也是来自 太阳圣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谁 在音乐之后 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在待会儿的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当中 就要透过了 太阳圣德导师 来为大家提点吸引力法则 到底存不存在 我们要如何 透过了吸引力法则 来吸引好的事物呢 休息一下咯 听个歌曲 再回到节目当中 装作曲 装作曲 装作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能不能不再受罪 能不能就忘了我是谁 能不能来改写 穿越那身命无数次的轮回 今花岁月 生命改写 忘了叠脸花的美 忘了我是谁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万 F104.1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 我是子荣 进行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想来跟大家谈谈 我小时候看的一本书籍 叫做墨洋少年的奇幻之旅 这当中呢 真的是经据不断 而且我在大学的时候呢 有修了一堂儿童文学的课 大家当中呢 其实也深度的探讨 这个书籍当中的 各种不同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不过呢 其中有一句话 其实呢 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就是呢 当你真心渴望某件事情的时候 全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 这句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把它白化的来讲 就是吸引力法则啦 我自己觉得吸引力法则 某一方面蛮准的 不过呢 我自己落实或者是 每次成真的都好像不是一个好事情呢 那到底如何让这个吸引力法则 可以真正的成真 而且是往好的善的方向去进行的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持续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升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子忠你好 宇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啊 我们在很多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会常常讲到了 吸引力法则 吸引力法则什么的 不过呢 到底这个吸引啊 或者是这个同频率的共振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像是我常常 有的时候 脑袋当中就会灵光 一闪一些念头 但这个念头 常常都不是好的 但是呢 就会成真 像是有时候睡觉的时候 我会想说 啊明天 希望不要迟到 然后呢 隔天就会睡过头 或者是迟到 甚至是呢 公车晚了 反正就是有各种不同的状况 会导致你迟到的情形 或者是呢 好像就想说啊 今天希望天气不要下雨 但是呢 真的就是下雨之类的 好像呢 常常就是事与愿违 如何把这个吸引力法则 用在好的地方 良善的地方 其实我们真的是 啊这个心思啊 或者是我们的想法 也要做一个转换呢 导师 子蓉刚刚说 想到说不要迟到 就睡过头 对 真的蛮常 心中想着不好的事情 他就会成真 是不是啊 对 但是好像想到 明天可以中奖 他就不会中奖 哦真的 有时候蛮奇怪的嘛 所以呢 这就是事有蹊跷 为什么 这个想到什么 不是成什么 有的时候成 有时候不成 那这里面 它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到底讲 这么灵 今天晚上才想说 明天不要迟到 第二天就真的迟到了 如果这么灵 那我们去想好事 为什么好事 它就没有了 就是耐人寻味 这也是当年 这个吸引力法则 这么样盛行在世间 几乎全世界为之疯狂 很多人也是这么样子觉得 哦这么容易啊 那我就来试试 所以好事呢 不见得跟他报道 但是坏事呢 好像就真的随着他的思维 很容易就跟他沾边了 所以在那段期间 有些人练习 吸引力法则 练到最后 有发疯的人都有 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一直想都没有好事呢 为什么别人都说 他都是好事成真呢 所以这就是耐人寻味的许多秘密吧 那刚好今天子龙说要讲这个话题 那可能要来温习一下 这个吸引力法则 在人世间到底有没有用 是不是 因为像是我查了一下 吸引力法则 就像刚才导师所说的 其实这个好像 真的有一些练习的一些路径 包括还来像是 你要先设下了明确的目标 然后要有正面的思想 才会产生正面的结果 或者是愿望 有的时候 不一定百分之百的 跟想象中的一样 或者是要自己多加掌握 等等等等 各种不同的这一些步骤 但是看起来真的是还蛮繁琐的 可能有些人 可能在前两项有实行 前三项有实行 但是可能总共有十项的一个目标 就没有办法好好达成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这个吸引力法则 有的时候是败在 自己可能不够坚定 或者是呢 不够能努力练习呢 倒是 子龙就是用这 学生时代的想法 是不是啊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多练习一下 熟练了 可能就达成目标了 是不是啊 子龙会这样想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世界 还有没有什么公平可言呢 也就是说 有些人他如果 今天没有努力的 比如说 学生没有努力的去准备功课 好好的读书 那每天就在想着 吸引力法则 想着进到最高的学府 这可行吗 也是 这就是问号 但是每次我们听到 有人在讲吸引力法则 或者讲着某种的 相关的言论的时候都说 你所想的就将会成为将来的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你在看的主题啊 说怎么样的这个专注啊 那将来就会再产生什么样的震动啊 所以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想我们全世界的人呢 就只要每天的在这个课题上来专注着 那可能很多事情就可以如我们所愿了 那当年在讲吸引力法则的那一大段时间 有那么多人 真的每一天就是专注在吸引力法则 在想着在怎么样子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几家欢的几家愁呢 对啊 所以这就是可能时间又过了一段时间了吧 所以有些人可能也忘了当时 哇那一段时候好像很风行哦 大家总认为这就是人间的出路 只要你能够想得到 明天就可能会成为那个世界 事实上是不是有呢 也许吧 也许真的如同你想着多了 可能你就吸引到这些相关的议题人物 什么什么什么来着 毕竟啊 这里面除了吸引力法则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法则 这才是重点 如果这世间只有一个吸引力法则 那当然太好了 那就这么简单 我们就全部都要吸引力法则 对啊 如果除了吸引力法则 在这人世间呢 这个地球的运转中 还有很多其他法则 那就不是只有讲单一的某一个法则与否了 单一的法则会不会如同法则所说呢 会 但是当单一法则和其他法则运作在一块的时候 那就有随先随后的问题了 所以也才能够去解释 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事物 这么多事情都发生 那么什么样的讲法才是一劳永逸的 我想这才是重点 是这样 真的不像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靠着这十点的练习 真的就可以达成目标完成事项 其实就像导师所说的 其实吸引力法则当中 还要加上了其他很多的一些点 可能也是要天使地利人和 刚好呢 才能让这件好的事情发生 不过其实我自己啦 就虽然说的 我的吸引力法则 都不是在那么好的一个面向 不过呢 真的反过来想说 是不是换个方式想 说不定就会比较好呢 其实在网络上面 真的有蛮多 对于这个吸引力法则的一些探讨 甚至是批判 就像导师刚才也说到了 其实大家在知道了吸引力法则 然后也研究深究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其实好像真的 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单纯简单 当然还是要靠着很多事情 一并的达成 不过呢 我觉得他有一个 蛮正面的一个想法 就是正向的一个观念 可以吸引正面的事情 其实我发现 这件事情真的是有其关联的 尤其是在我们节目当中 其实也常常讲到嘛 其实这个 不管是在因果循环啊 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 做的一个事件上面 其实我们都要 尽量的往正向的思考 然后呢 想到了更美好的事情 我们这个幸福啊 或者这样子一个福报才会来 如果呢 我们一直很负面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 不管是这个气场 或者是呢 在身旁的这个光啊 就会暗淡无比 所以呢 这个正面事情 吸引正面的事项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还蛮好的一个想法 值得呢 在这个吸引力法则之后 来推广给大家的 叶岛石 对 子蓉讲呢 这个思维要正向 对不对 嗯 的确哦 的确哦 思维正向的人 他人生中多些机会 多一些自助人助天助的这些际遇吧 嗯 但是呢 你知道有很多人呢 他说我也想正面的思维 但是就是没办法 想着正面思维呢 另外一方的负面思维 两边在打架 那这些东西呢 就像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啊 嗯 有些人他只有正面思维的经验 所以你讲正面思维呢 他就说 嗯 真的是这样子 对 但是有些人 他很想正面思维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调动 那这个时候就苦在这里面了 他也知道要好好的去 看待事情啊 想些这个后面的这个后续啊 但他就是没有办法 好像总是认为一种 事与愿违 对 那这里面呢 这个人的这个脑袋啊 以及这心 所向往的东西 为什么老是不能够如我们所愿呢 所以我这就是我刚刚在讲的 除了吸引力法则以外 那真的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多的法则 充斥在世间呢 只是我们特别把吸引力法则 拿出来做某种的这些讨论啊 研究啊 而且事实上也很多人说 对啊 就像刚刚子忠说 我今天晚上想说明天不要迟到 明天迟到 这就是吸引力法则啊 对不对 就是 好事比较少 坏事比较多 对 所以刚刚子忠也说了 我们都往好的方面想想 可能渐渐的 这事情的一些运转啊 可能就吉项比较多 运气比较好 所以这个是不是事实呢 应该是 就是正面思维总是比负面思维好 但是为什么不同的人 他有不同的际遇 同样的方法 但是不同的结果 这就是在超级事实验密码里面 有一张秘密中的秘密 把这个里面的道理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也就在当年那么多人呢 在吸引力法则这个勒死不疲的讨论啊 练习啊 或者是集体的交换意见的过程中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那很多人在当时也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会心中一些疑问 没看到真正的这个归处是什么 但在超级事实验系统里面呢 就把这些的诸多问题呢 写出来 而且解释得非常清楚 那这些年来 也有那么多的读者 好学员 在全世界各地 在看着 在消化着 在比对着 也真的就看出习巧 的确如此 这事件呢 不是只有心理法则而已 没那么简单 所以呢 只讲一个心理法则 可能对自己也不公平 也不是很有责任感的一种交代 所以既然要知道这世间 那应该要所有的法则都知道 比较能够一劳永逸的 来告诉自己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这比较重要 就像导师所说的 真的不是一个心理法则 就可以让我们整个人生 就会非常的圆满 非常的顺遂 其实真的是很多的事情 要加在一起 每个法则呢 我们都要了解 当然呢 我们在做了事 我们也要尽人事听天命 不能说呢 你只是想想 我好想要这个东西 好想要这件事情完成 但是呢 都不着手去进行 这样子其实也是一个 很不好的方式 而且完完全全不正确 可能就会像我一样 什么事情 只要发生了不好的一个状况 全部都会怪给这个吸引力法则 这可能呢 变成了一个推托之词 所以呢 吸引力法则 到底要如何好好的运用 让我们的正面的思维 可以呢 往上加成 其实呢 需要更多不同的一个方法 加入其中 如果呢 其实这个吸引力法则 当然我们除了想要吸引到了 这些好事情之外 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吸引更多的好人 围绕在我们的身旁 贵人呢 也是不断的协助我们 那到底这个吸引力 要如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休息一下咯 先来听个好听的音乐 送上这一首是来自 太阳圣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天地也悠悠 好听的音乐之后 持续邀请到了 太阳圣德导师 来为大家做提点 这么多年 纵然会走 好听的音乐之后 接近风雨 点滴心痛 再看照样升起 燎烏雾夜中 一起故事远游 这是曾经的梦 多年以后 平行的邂逅 曲点思绪轻游 旋软着母后 未来加油 泪海比仇 戏曲千年勇 释怀心旧 想起二十斗 童话人生有 浓潮沉沉怎远游 收拾而熄 莫回眸 天地也悠悠 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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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纵然怀疚 寂静风雨 点滴心头 在看照样升起 燎烏雾夜中 一起故事远游 这是曾经的梦 多年以后 平行的邂逅 句点思绪轻游 旋软着母后 未来加油 泪海比仇 戏曲千年勇 石灰心旧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太阳盛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 持续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紫容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讲到了这个吸引力法则 我想大家在这个理论 或者是这本书籍 在推出的时候 其实应该也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些讨论和想法 说不定自己也经历过这样子一个测试 或者是跟身旁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做这样子的实验 我想大家实验是不是有通呢 我自己没有深入的研究 不过我自己常常觉得 我好像常常吸引到的都不是太好的事情 当然呢 每个人都希望嘛 事事可以顺遂 然后身旁呢 就会有更多好事情发生 但是到底要如何把这样子一个吸引力 正确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还是要加上了其他非常多不同的一个方式 就像刚才我们在上个阶段所说的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很希望吸引到的是好的事情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这个业绩呢 可以赶快成交啊 或者是我们要办这个活动呢 赶快顺利的完美落幕 但是除了这个事情的一个吸引之外 我们也希望呢 可以吸引到我们身边好的人啊 那相信我们都知道物以类聚这样子一个话语嘛 那如何让这个好的人 善的人 还有这个贵人在我们身旁围绕 这其实也是要下足苦工的也倒是 是 子蓉说啊 这个 这么多想要吸引来的东西对不对 嗯 那么 子蓉在做实验中 是不是 这个好事吸引来的比较少 坏事吸引来的 哈哈哈 比较明显 这就是大家的同事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啊 如果去问一个正在红韵当头的人 他会跟你跟你说 没有哦 我的都是吸引来的都是好事哦 一件件 我只要想吸引就吸引来咯 那就会让人百事不得其解 为什么 不同的人他可能有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经验 所以除了吸引力法则以外 像刚子蓉说 每个人的运气 是不是会影响到吸引力法则 呢 就好像啊 我们在想着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景象 什么样的未来 在吸引力法则里面讲呢 你这样子想啊 用力的想啊 将来就有可能会实现 是不是讲对呢 嗯 以我的浅见 这个讲法是对 但是呢 比较实际一点的 比如说我们就知道啊 好好地想啊 我们这个将来自己开公司呢 会怎么样的一个大场面啊 或怎么样的好发展啊 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想去想的时候呢 突然不知不觉中啊 红尘中啊 红尘扰心呢 就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层面去 嗯 他不让你想 对呀 你说我明明会想 为什么我突然也没想到 好多天就没想了 渐渐就淡了 诶 怎么会这样呢 可能哪一天又提醒自己说 哦 我还是要想 我还是要想 一会儿还想 但每两天可能红尘中心这个 可能哪里忙啊 哪里有什么事情 他没这个条件让你去想 或者让你想的时候 你心中有杂念 有其他担心压力 他让你没办法真的可以 如愿地想 那这里面 就是除了吸引力法则以外 还有其他的法则 在相互牵扰 运作 所以最后还是在 可能的一个结果中呢 除了吸引力法则 有作用力以外 其他作用力 好 在这样子的一个相互较劲里 看看每个人的这个福分 或当时的运 原来的命 是不是有这些东西 才能定案说得到了没有 所以心历法则 单一来讲 心历法则里面讲的对不对 是对的 但是 如果这个人他没有这个福运 他这个命中没有 或者是呢 在命中没有 他心历法则他就是 用力的去想说一定要有 哎 后来成真的也有 但是会不会因为有了这个 后来失去的命中 原来该有的东西 变成在中间的一种转换 那这些也是耐人寻味 这个只有遇到了 你才会知道 但是在我看到了那么多的实际例子里面 当然我经常在讲 红尘中你所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能量的幻化 转变的 那心历法则在我们在思考这里面的景象 我们喜欢 我们想 它也会产生某种的能量 但这个能量如果它抵触了其他的法则 嗯 这个能量 就算自己好不容易拿到 但是也会在其他的什么样途径 可能散掉 可能就转换掉 有无数的可能 所以这些呢 还是 我经常在说啊 每个人还是这个功底强一点比较重要 至于什么样的法则 啊 这个生命的努力啊 以及可能抓到一个真正的对的运作的系统 能够一劳永逸的看到自己真的这样子的一个 花了时间精力 而真正拿到了生命里面 好 重要的转变 而且可以一劳永逸 这才是重点 嗯 就像刚才导师所说的 哎 其实在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或者是呢 在导师所著作的超级生命密码的书籍当中 其实呢 已经帮大家有做了提点了 其实我们这个吸引力法则 除了吸引力本身之外 还有方方面面 各种不同面向要一起达成 才能能圆满这件事情 如何让自己的能量呢 真的可以好的事情互相吸引 或者是好的人互相吸引 其实我们还是也有更多的一个方式 不然其实蛮多人都会想要就是一步登天的 对不对 像是在之前 可能大家在玩一些什么运动采权啊 就想说 除了压这个胜利之外 还要压这个比分 然后每个人都想说 哇 我想要中头奖 我想要中头奖 但是好像呢 也常常事以愿违 其实大家都是好像呢 比较一昧的想要这个好的结果发生 但是呢 其实都没有想通 到底我们要如何善用我们自己 在生活当中的这些好的面向和好的事情 不过呢 其实在我们的超码书籍当中呢 早就帮大家呢 做好了完整的这个剖析了 要从哪个面向来一起做着手 然后来从哪个生活的面向来做改变 还有生活的学习 甚至呢 导师也一直在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提点说 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科学实验 这其实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耶导师 是 所以这些东西呢 没有做实验 你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对 当你做的实验 投入在其中的时候 你会看到自己所想 别人所说 到底是真 还是里面有什么样的隐藏 或者是没有讲清楚 然后在可能性的一个实际的比对 才会了解到底怎么样做 才是能够让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 因为性以利法则 或者是其他的法则 来讲 能够真正帮助到我们 每一个方方面面 我想这才是重点 而超越生命里面呢 在这个书中里面呢 已经把很多的到底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么很多人呢 拿到这本书 读完之后 也觉得相见恨晚 但是呢 你能不能够因此拿去做实验来看看 到底讲的是真 还是假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经常在这个 不管是什么样的课程 或者什么样的演讲中呢 我都是鼓励与会者 也不要相信我讲的都是百分之百对 但是呢 如果你在做实验 我所教的任何一个方法 你在做实验里面 看到真的是如此的时候 那可能就要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方法 它有它的一个绝对性 或者是在可能性的 自己的一个经验中 在一件一件的这个 证实的累计里 能够让自己在一个可能性的座右迷呢 或者是可能性的一个 变成习惯也好 在什么样的一个笃定的记忆中 能够经常提醒自己去做对的事情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因为毕竟人呢 我经常在讲 大概就是几个十年就一生了 那么一个十年两个十年 其实一个十年很快的 一晃就一个阶段 所以从我们年轻到中年到老年 所以这些东西呢 如果没有一个对的方式 或者是只是片面对 它不是绝对对 它不能够被时间所这个验证 一直对下去的话 那这个有时候就会让人感觉到 欸我前面做的都对 为什么现在做的不对 对 会不会就好像觉得说 那我前面花那么多时间 是不是浪费了我这个宝贵的生命呢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 在努力中 但却在流失里 而自己不知道 我想这个就是蛮重要的 但是这些东西呢 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思维 所谓的选择 所以我现在讲呢 方法有那么多种 大家都可以试 但是到底哪一个方法 才是真正重要的 一定要在自己实验中 不能只是听别人讲 自己的实验里看到了 感受到了 这个才是真的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而且我觉得 在我们超级生命密码 所进行这个实验当中 其实我觉得 导师也不断的提醒大家 其实思考 还有这个方法非常的重要 那像是呢 觉得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 还有另外一件 我觉得也对我们生命来说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断的做改进 还有加强 不是说我这个方法实验 我一直这样子持续的做 但是呢 可能做错了 或者是在当中的一个步伐 或者是我们的面向 没有做调整 一直做了错误的一个方式 难怪没有办法成功 所以其实我们 在整套的系统当中 好像也是不断的 教导大家 就是如何去好好的修正 或者是呢 也自我的思考一下 我们到底 不管是心中想要的 或者是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 是什么 不断的思考 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一个改正之后 这个路才会通 所以其实在这个 做不管是科学实验啊 或者是想要用着各种不同的法则 来完美一件事情 其实在当中的这个思考和进步 真的也非常重要的导师 是 所以思考它可以让我们先把一些可能性自己认为 怎么样的在近期中期远期会产生的麻烦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阻碍 有理性的方式先做可能性的秉出 那么因为毕竟啊 所有东西在思考之后还是要抉择 因为思考思考 但是没有抉择就没有行动 没有行动 那后面的结果 就有点像水波逐流 就比较可惜 那么像子龙这么年轻啊 就能够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呢 可能也是一个福气 因为多了一个选择的方式 对不对 在可能性的一个选择里 如果真的就看到一些意料永逸的方法 那这就是人生的财富 毕竟你看有多少人 他在年轻的时候 比如说他可能因为什么样的一个信念 花了怎么样的精力时间 但到中年的时候才发现 哎呀怎么会这样子 到中年的时候他可能又找到一个东西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看法想法 然后又在这样子的一个经年中 但是随着时日 渐渐的又发现 好像又是跟当初自己的见解不太一致 所以你看人生有几个十年 有几个阶段 那如果每一次都铺空的话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思绪思维思考 这些的重点呢 是我们是不是就给自己可能性的一些理由 在思考中找到一些理由 是不是就来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一些实验呢 或怎么样的洗礼中 看到这个 什么样的一些经典句子也好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 可以让我们起始回生的系统也好啊 到底是不是真是如此 我想生命嘛 就是在不断的这个实验中 找到真正真金不怕火炼的一些真道理 硬功夫 我想这才是能够帮助我们医生呢 能够更加的精彩的一些重点 是这样子 就像今天呢 我们其实在单元当中为大家谈论到的是吸引力法则 不过呢 其实除了吸引力法则之外 还有好多好多的法则 应该都要一并的落实 才会发现说 事情可能没有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但是要如何做练习 如何去做这样子一个科学实验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找到了这本书籍 超级生命密码 在当中这些的秘密故事还有方法呢 都写在书籍当中 欢迎大家呢 也可以多加的了解 另外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呢 多加的知道我们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 要如何呢 真的在生活当中呢做落实实践呢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透过了网络上面不同的课程 不同的分享来进行了解 又或者是我们为了方便大家 也在手机当中帮大家建制了 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的手机APP 在当中也有非常多的讯息 还有好听的歌曲 那更加实际的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一起参加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各个地方都会举办的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这个精英会当中会一同来分享 导读到的就是太阳升德道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而且呢大家可以一起不同的讨论 来分享彼此的一个经验 或者是呢做实验的一个结果和方法 所以其实呢可以更加的实际 一起参与到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当中 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了 我们在上课的时间或地点 又或者是大家想要知道了更多圆满人生精英会的 一个课程讯息还有内容 也欢迎大家可以把电话抄写起来 在一般的上班时间透过了电话来拨打 就可以能来找到了自己最适合参加精英会的时间地点 还有相关的资讯咯 我们的台北电话是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 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科学实验 让我们这个吸引力法则呢不再只是空想 透过了更多不同的一个好的方法 让我们真的可以非常的圆满 让我们心想事成真的呢可以吸引好的人事物 在我们的身旁围绕了 所以呢在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当中 再度的感恩太阳盛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谢谢梓荣谢谢大家 再次感恩太阳盛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 像是呢吸引力法则这个主题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实用对不对 每个人呢都想要好的事情 良善的事情维绕在我们身旁 不过呢除了吸引力法则之外 其实我们要运用到的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 各种不同的面向哦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 也可以多加的了解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然后呢金人做学习 说不定呢这些的礼物还有好运呢 就会不断的找上你 让我们真的呢可以透过了自己的能量转变 吸引到这些好的事情围绕了 而在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当中 每个主题呢都为大家呢做了不同的呈现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咯 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 同样也来送上好听的音乐 是来自太阳盛德导师所作词作曲的 《月满西楼》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分享 我们在下周六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104.1空中再会咯 拜拜 来 往事里里有伤心痛 木木恰似在阴晨中 苦笑犹如葱头 什么几天心愁 仰望太阳远球 才感受自由 才感受自由 我才懂得故事求 不能再久留 烧光一世犹如昨日秋 不过来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 念不忘 又何求 偏偏追忆 总满尘埃之风 不如逍遥当下果 擦心愁和流 在看天上白云 白花烧 暖心愁 空心愁 火烧 不过滴 不过滴 太激 光 装 再铭 往事里里用伤心痛 暮暮 恰似在映尘旧 哭笑犹如从头 善恶几天心中 仰望太阳远球 才感受自由 我才懂得故事求 不能再久留 烧光一世犹如昨日秋 念念不忘 又何求 翩翩追忆 纵门尘埃之风 不如逍遥当下过 擦心愁河流 恍若月门喜楼 轻易参透 烧光一世犹如昨日秋 念念不忘 又何求 翩翩追忆 纵门尘埃之风 不如逍遥当下过 擦心愁河流 恍若月门河流 恍若月门喜楼 只情意足够 halorns rhiz交 叫他真儿知 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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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